大家好, 歡迎收看錄音廠檔 這個週末是七一六 大家可以享受一年三日的假假 對著你的小鬼女兒來說 給你一些推薦 放假有什麼好做? 當然是去看看馬仔 七月一日是星期一 街市沙豚馬場裡 依然會有十場賽事上演 你知道, 已經來到季美階段 跑少一場就一場 所以長一場都是這麼珍貴的 除了珍貴而言 有一樣東西更加要珍惜 以及記得要珍重的是什麼? 就是這個騎士榜 來到季美, 究竟最後是花落誰家 究竟是雷承近還是潘頓省呢? 真的, 未到最後一分一秒 都不知道鹿死誰搜 你說的這個話題 最近馬民門都吵到火紅火綠了 待會回來我們看完馬彈二華 Top 5之後 好, 不如看看我和Rita又如何爭辯 No.5 今晚的跑馬地野賽 莫雷拉憑著拆騎 由賀賢訓練的本事 以及由蔡若翰訓練的常鋒語氣馬 而潘頓就憑著高東尼訓練的 幸福分享贏馬 累積投馬 潘頓暫時以四輪領先騎士榜 不知道雷神 可否憑著餘下五個賽日成功反鮮呢? 很緊張 No.4 雷神和潘頓這邊鬥得難分難解 而馬場裡的氣氛也相當熱鬧 事關舉行的 下日主題派對非常精彩 除了有火辣森巴舞表演 伴隨著Rock爆band show 也有多款滿載嘉年華風味的特色美食 以及小遊戲給大家玩 這個派對這麼棒 幸好下星期還有 No.3 馬歸進入倒數階段 又是派成績表的時候了 一連一度的冠軍人馬獎 各獎項的候選馬匹名單新鮮出路 讓我跟大家介紹一下 四個主要獎項吧 首先,最佳短途馬入選馬匹有 翩翩、天下圍宮和紅衣省神 至於最佳一里馬獎項的入選馬匹 就有美麗傳承、美麗大師、當家精選 以及四季王 另外,巴基之星、平海複星、馬克羅斯 和明月千里 將會齊齊競逐最佳中距離馬 而最佳長途馬就是時時精彩 巴基之星以及明月千里之爭 那麼最高榮譽香港馬王又會花落誰家呢 七月十三日揭曉 第二 現任審習城馬房的副練馬師丁冠豪 將會在七月十六日加入香港練馬師行列 這天他在記者會上會見傳媒分享喜悅 二年四十五歲的他 在1988年加入馬會成為建習騎士 曾經跟隨著著名練馬師 簡冰池學藝 退役之後 做了十五年的副練馬師 經驗豐富 不知道他下季的表現又會如何呢 大家拭目以待 好, 開始吧 第一 星期日的沙田日賽 練馬師姚本輝 有很多狀態不錯的B步參戰馬 他們都出賽不多, 很為體力充沛 其中正陽青鋒 在六月十六號初出 國族田草一千米賽事 以頸位之差, 不敵飛雲追跑第三名 這次繼續由背湯尾操刀 可否可以取得更好成績呢 好, 又來到世紀大戰 看到螢光幕的左公友同友工作 有Rita和Sabrina 今天他們互劈的一個題目是什麼呢 包括有冠軍騎士、冠軍練馬師 以及高東尼長究竟花落誰監 這個時候我們有黃三代表 就開始發現了 先說, 冠軍練馬師是否不能鬥 蔡悠漢現在都差不多帶來整條街 我們只可以說 最佳進步練馬師就一定非羅富泉莫屬 同意, 因為最佳馬匹 或者很多馬匹的獎項 我們都有很多選擇範圍 亦都有很多出色的馬匹 但說到人的獎項 就像Rita所說 冠軍練馬師那裡 蔡翰現時在榜首 排第二的羅富泉要追過 幾乎是不可能的 但是最佳進步練馬師一定是他 因為今季他才是第一次開倉 然後可以有這麼好的成績 但說到冠軍騎士誰屬 這個大家最近都爭吵得很厲害 大家都知道莫雷拉 在香港發展這幾年 都做冠軍騎士 非常好的成績 但今年有一點微妙的變化 因為前冠軍騎士 潘頓追到他氣吸 論數字來說 其實距離殺火日 都還有一段小距離 其實如果從數字上 莫雷拉絕對有機會 是可以反擊潘頓的 不過也有一個重要的因素 就是只要潘頓沒有頭馬進將 其實也挺難的 所以大家都會在想 潘頓的氣勢這麼旺盛 會不會莫雷拉追得辛苦一點 但其實一直以來我都說到 長期以來莫雷拉有一個優勢 潘頓是沒有的 就是他可以做輕磅 我非常期望在季尾的階段 如果多些連馬師 肯給一些輕磅馬去騎 至少他多一個機會 就是多一點的機會 當然最近看到潘頓手執的馬 也很兇 所以希望他可以憑著 多一點的選擇去反鮮對手 斌仔,你是不是悶悶的 說個故事給你聽 好,來吧 潘頓其實是2007年馬季 在香港開始效力 但是當冠軍騎士 就說到是要去到13、14年 其實今年已經踏入第11個年頭 當時就苦力了一段的小時間 因為其實都被十三哥力壓了很久 莫雷拉就在下一季 就是14到15的時間 就開始在香港效力 接著連續三屆冠軍的騎士 都是莫雷拉 其實你說他慘不慘 你說論功力、論技術 或者甚至乎論陣上的智慧 是不是不行呢? 不是,對 Sabrina說因為莫雷拉能夠做到輕薄 坦白說,大家都知道潘頓是肥底的 這個大家都知道 所以其實他減磅是十分十分之辛苦 他連喝一口水 都是要很小心謹慎 所以先前就會說少喝水 所以有腎石的問題 所以其實對他來說 作為一個這麼出色的運動員 其實背後的辛酸是很大 其實Sabrina 你跟他做過訪問你也知道 沒錯,他這個減磅的東西 其實這個當然是很值得我們尊重 不過話雖兩頭說 雖然他本身就肥底 然後又減磅減得很厲害 不要再說,他會減磅 但是很多很多的騎士 大部分其實都有這個 很努力去節食和做運動 去做綁這件事 所以所有騎士我們都值得 要去看這一點 不過潘頓有一樣東西是很厲害 因為他減得很吃力 其實他最低做綁 去到大概120左右 120左右 本身他的骨格是比較重 是橫一點,雖然是小顆 那不同的莫雷拉、田坦康 他們本身是可以一、一、三都做得到 那這件事一定是有一個分別在 所以你看到以前貴初 很多時候有些馬星班 可能潘頓贏的馬 都會換掉他給雷神騎 因為始終他做不到綁 其實這樣算一來一回 可能他都損失了頭馬在那裡 加上莫雷拉有蔡裔這個支持 這個大倉很多聲味很重 或者實力很強的馬 都是交給他去執薑的 看到其實之前一直潘頓都說 因為這個因由他覺得 追他追得很吃力 但其實近期看到 原來這個做綁問題 都影響不到他爭冠軍 所以大家才會咬到火紅火綠 究竟誰會贏 不過我始終覺得既然 莫雷拉宣佈有機會離開香港發展 我相信他會想留下一個 最好的印象給馬迷 我猜他接下來貴美 會更加積極去爭上這一屆的冠軍 很老實 我看到這一屆其實潘頓的形勢上 爭取了期 甚至在發揮上也很好 但說真的作為一個馬迷 我很感恩在香港裏面 能夠看到兩位這麼出色的騎士 在我們香港效力 因為就算大家可以找一些資料數據 莫雷拉騎不到的馬在交去潘頓 是不是代表一定可以呢 不是的 那潘頓騎不到的馬在交去莫雷拉 是不是代表發揮更加好呢 其實可以見到那個數據來講 顯示兩者的實力都是差不多 但高冬來掌 我們都可以說一下 值得鼓舞的當然就是潘明輝 他都厲害 原先跟大師哥梁家進 差距離很少而已 剛剛星期日的賽事 能夠贏到兩場 不過梁家進也有贏一場 換言之還是有少許的距離 看看接下來的時間 其實可否反押到大師哥 因為對一個建築騎士來講 能夠可以拿到高冬來掌 是一個很大鼓舞的事 你看不看好呢 其實我覺得潘明輝 之前可能真的有少許論進 正常犯錯 搞到要停賽 絕對會影響到他爭這個獎 始終你想想騎士 如果不能上陣期間又如何爭獎 但看到他一停賽復出那一天 真的成功贏了兩場 他先拉近距離 那個鬥志和積極的手風 我覺得他現在又不是太下風 距離桂尾薩科還有少許日子 我也很期望看到 他一步一步是否可以追貼師兄 兩位都很期待 究竟是花樂誰家 我們一眾的馬迷門 其實很多都有自己的意見和看法 這時候問問他們 究竟剛才所說的 你的潘頓和雷神之間 他們怎樣選擇 潘頓 因為莫雷拉最近的運情不好 我支持潘頓 因為他騎士功很好 莫雷拉當然 為甚麼?他騎士功好一點 看了這麼多馬迷的反應 看來大家都是支持潘頓多一點 不知道大家會否可以叫集氣成功 一起推他上這個冠軍騎士的寶座 念力是否有效就不知道 不過下一節回來 我們也有位馬主的專訪看看 這位馬主養的這匹馬 今季隨時都有機會登上馬王寶座 說的是美麗傳承的 年輕馬主國號傳Patrick 接下來回來的時間 他就會說說這匹馬 Hold on 太好了 ages來 現在這個 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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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